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張專輯是第一次跟製作人 跟工作團隊合作 所以我覺得有磨合的地方 有很多可能默契度還不夠 當時覺得挺夠的 但是現在去感覺的話 覺得那時候還不夠 然後就是在歌曲方面 嘗試了非常多風格 所以我覺得第一張專輯會顯得比較雜 然後這一張就是很清晰 對 因為有外景嘛 一有外景就要考慮等天氣啊 等地鐵開啊 就是它每10分鐘15分鐘開過去一般 就要等著 然後那邊有人喊 要來了 然後這邊準備 然後又有等天氣 還有就是很多圍觀群眾 不太會講那個感覺 就是還挺特別的 達到了很動畫的效果 我記得我那個年代啊 我那個年代 黑貓警長 然後 聖鬥士 虎虎啊 我覺得那時候 黑貓警長在我心裡面 是好高大的 好高大的一個形象 然後 反正就特別喜歡黑貓警長 黑貓警長 黑貓警長 記憶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個貓 叫大核桃 我有拍這樣的照片 就是抓拍照的照片 比如比賽的時候這一張 然後他們就 就照著畫的 畫得非常像 就是神態呀 動作呀 都很像 然後這張是我去那個 幼兒園 看小朋友的時候 然後我有騎他們的木馬 也是 這張還不是照片 就是有VCR拍到的 然後他們 肯定是經過仔細研究 才能夠畫得這麼像 然後 這個就是我做那個 奧運一年倒計時的時候 穿著這個衣服 我拿著歡歡 所以我後來就是有一個綽號 叫李歡歡嘛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 這個好像也是 我在舞台上面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 這個不是 這個是可能虛幻的 對 第一次就是我初中二年級 有緊張過 但是不是在舞台上面緊張 是還沒上去的時候緊張 然後上去之後就不緊張了 然後下來之後又緊張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虛幻的東西 就是這首歌想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的音樂世界裡面 我把我自己的歌唱給大家聽 是這樣的一種 我覺得它是屬於虛構的東西 我其實沒有玩過 我自己覺得有興趣 這個我不否認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從 專輯的整體的企劃 還是整體的感覺 然後包括編曲啊 各方面 我覺得都會比較精細 然後我自己的唱的方面 也會跟以前那樣專輯有 很大很大地方的改動 包括咬字啊 小時候哪門功課最好 羽人 最害怕的動物 蛇 最令自己驕傲的事情 長得不矮 跟我開玩笑的 我自己其實沒有特別驕傲的事情 遇到最尷尬的事情 認錯人吧 以前啊 以前常常認錯人啊 有時候會比較健忘 然後別人跟你說半天話 你想不起來 就覺得這個人很熟 但是 就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然後等過了以後 然後他說 他是誰 最期待的事情 修個家 最近比較忙 最崇拜的歌手 Cekilla 最喜歡的動畫片 賴皮小新 家妃貓 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小新 野原新支柱 最想得到的獎項 大家的誇獎 我還是喜歡 比較Q的那種 不喜歡 不喜歡 太像真人的那種 我覺得既然做動畫 就是還是 那種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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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李宇春 不僅給我們展示了他 帥真可愛的一面 在新年裡 他也希望歌迷們 和他一起加油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